大家好,我叫Jerry 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一位普通的父母 我有两位小朋友 我本身都是一个在职妈妈 翻朝九万六 我最初就因为帮小朋友 去报一些暑期活动 就认识了清协 从而就知道清协里面 都会提供一些青少年 和给家长的一些义工活动 参加之后 发觉原来都有助人自助 当中也在兴趣之下 在我身心灵政官 和生理 也考了一些导师证书课程 从而将这两个对我来说 很有价值的兴趣 都可以藉着义工活动 可以和其他家长分享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有以前 游子在清协 找活动给小朋友学 为他们找一些兴趣 以为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父母 原来现在多了和他们 因为跑班 和小朋友一起运动 另外和小朋友一起做 因为生家停下的群组 就会一起做行山义工 和小朋友合作平等分享我们的感受 一些不同面向的合作 令到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亦都可以放手 尽情给他们 在义工服务当中 去发挥他们的潜立 我由最初没有自信 认为自己不懂怎么做 妈妈在义工过程中 和其他义工不同的合作 我看到自己的长处 短处 自己都慢慢就着 这些长短处 有一步一步的改善 从而克服了亲戚焦虑 后来在我学习之中 找回我的自信 希望用我所学 所兴趣 加上爱 用生命 去影响生命 和大家家长 一起同行 在这里 我亦都很想 大家家长 跟我一样 由一个被读的学习者 变成一个主动的参与者 能够建立一个 比较大的家长支援望络 能够支持其他的家长 一起同行 好 接着下来 我们可以做一下 静观身体素描练习 这个练习可以帮助大家 察觉身心 以下的时间 留意一下身体每一个部位的感觉 首先 让我们很舒服地坐下 在这里 让我们很久 在这里 我们很久 我们很久 会有人认识 你们很久 坐在这里 我们很久 看到你 我们很久 我们很久 现在 我们很久 肚障 呼气放松 随着自己的节奏呼吸 同时将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当下这一刻的自己身上 无论有什么感觉 无对与错也无需批判 接下来我们会开始一段身体的觉察旅程 现在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头顶 感觉一下有什么感觉 是舒服的 痛的 或者有点麻烦的 无论有什么感觉都可以 接下来将注意力集中在颗头 放松 眼睛 将我们的眼球放轻 慢慢去到鼻 再去到我们的嘴巴 慢慢将我们的舌头 轻轻放在嘴里面 再将注意力去到我们的下巴 颗的前面 颗的前面 颗的后面 慢慢轻轻动一动 感觉一下这些位置 感觉一下这些位置 有什么感觉呢 再下来 再下来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去到我们的肩膀 肩膀底 手臂 手臂 手肘 手腕 去到手指 手臂 慢慢很温柔的 去动一动 它们 感觉一下 慢慢将我们的感觉 去到我们的胸部 肋骨 空腔 再去到我们的消化系统 胸 胃 肝 肝 胆 肥 肥 肾 等等 即使不知道这些器官在哪里 都无所谓的 我们感觉一下它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候 先感谢我们的身体 每个部位 陪伴了我们 那么久 不好意思 多谢你 请原谅我 我爱你 把注意力放到我们的背部 上背 中背 下背 的部分 脊椎 尾椎 通常感觉这些位置的时候 都比较劳累 就让这个感觉 存在 或者慢慢地流走 好 现在我们再来一个深吸 深呼 吸气的时候 我们将能量吸入 然后 呼吸气 慢慢地在我们的口部 呼出 将身体内 流泪的感觉 随着呼气 慢慢地 让它呼出 以下这个时候 我们将注意力 慢慢地去到我们的盆骨 放松我们的臀部 大腿 膝蓋 小腿 脚瓜 落到脚面 脚硬 脚尖 再去到我们每一根的脚趾头 再去到我们的脚板底 嗯 大家都做得很好 现在我数五声 慢慢完结我们这个身体的素描旅程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最后 欢迎大家回到来当下 好 小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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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